防線設好了 來 各位我們要衝破防線 火火人群帶來鼓衝 耶 哎呀 好激動啊 中國落台軍演 唐一家IC設計 卻先衝破封鎖線 哇 這些標股是什麼 還有00878 聽說偷偷換股啊 原來先買這些標股啊 還有揮達財報 洩露這族群 難道百分之百必打嗎 歡迎歡迎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free free free 嗚喔 大家好 我是女警coco 我是哲哲郭總 喔來看一下 唉呦 00878偷偷換股 先買這些股票 哇 00878 好說歹說 也是2800億 規模大的 ETF 哇 換這些股票 哇 會不會威力無窮啊 會不會長下去好不好 還有輝達財報洩漏這個族群 百分之百必長 真的假的 中國落台軍演 航運加IC設計 卻先衝破封鎖線 衝破 妳今天要穿什麼 我今天是女警 因為我要來拉封鎖線的 來拉封鎖線是不是 不准通 衝破 有些人就喜歡衝破封鎖線 這樣變拔河了 我們來請教三位專業的分析師 除了衝破封鎖線 今天好像最新的運價又散揚了 是 禮拜五我們有時候都比較晚錄影 就是等這一個 對 等這一個 等這個SCFI報價 今天會漲7% 說到航運 我們就吃海鮮煎餅 哪一家 八色烤肉的 八色烤肉 你看看 猜猜價錢 過來吃 過來吃 這個煎餅喔 沒什麼啊 海鮮喔 海鮮很貴喔 而且那個皮很厚喔 酥酥脆脆脆的 你跟妳講喔 超過80塊就真的是坑人的 真的喔 哇 嗯 多少錢 超過40塊 蛤 超過40塊 什麼意思 超過80塊 120 這是超級坑人喔 這超級坑人 這什麼東西 八色烤肉真的120 八色烤肉怎麼會這樣啊 這很正常 點牢乾杯 它那種送的 然後UberEats也是 天龍國的物價 也是200塊而已 每幾塊雞腿 120 200也是 沒什麼雞腿 天龍國的物價 其實有 所以這種餐廳喔 去吃喔 是吃氣憤的 你外帶就不好吃了 很多東西外帶就不好吃 像頂太豐外帶也沒那麼好吃啊 真的 這是實在話啦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 我覺得如果是頂太豐 我會要求外送的東西 可能要來個 類似軟軟包之類的 就讓它下面熱啊 不然我覺得 有些食物真的不太適合外送 嗯 好不好 然後有些 標股也適合分析師才能解釋 對 我們要請教三位 最專業的分析師好不好 第一位 炸營成分析師來解釋一下 今天的行情啦 順便吃一下這個海鮮煎餅啦 老師好大家好 對阿這個海鮮煎餅打開 有點失望 因為 這個盒子很大 但裡面 薄薄一片喔 對 120真的是 偏貴啦 真的偏貴齁 我不知道是它外送價比較貴 還是說 它內用也這麼貴 也這麼貴 那120來講 嗯 對這個比較小一點 比較小齁 它是迷你的海鮮煎餅 真的 個人吃的 好不好要不是今天海鮮煎餅很強 下次就吃別的好不好 好 那逸臣老師你主講的部分是什麼 對 等一下告訴你這個偷換骨啊 偷偷來 對啊 到底是換的哪些 換哪些 等一下跟大家講 還有回答的一些故事嘛 好不好 逸臣老師你看 學經理非常的誘人喔 好不好 學經理非常的誘人喔 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 好 逸臣老師有沒有看到 哇最近最差的全國比賽 全國比賽 也是績效不錯 這個學經理有沒有 北大 哇這個 北京大學 哇那個外資出身 這真的 學經理很顯赫 大家記得要查一下LINE 第二位 哇海賊丸要來了 海盜來了 海盜要來了 算是海賊丸 請你放下屠刀 來看一下 我覺得一直都不像海賊丸的威妍老師 對我剛剛錄影錄影之前 整個跟我說其實看起來像牛仔 西部牛仔 西部牛仔 我覺得我應該拿一個手槍才對 對你不要拿刀子 不能拿刀子 不能拿鞭子 沒有那麼 沒有那麼有殺氣 拿著刀子的西部牛仔 你自己看是不是這樣 對 今天還蠻像的 好不好 老師你今天要介紹什麼 介紹什麼 我今天跟各位講 當然我穿這樣子 當然是航運骨 要跟大家來聊一下航運骨 以及呢 這一次我想共軍老台 那相關比如說一些軍工股票 什麼樣的一個個股會有機會 跟各位來講一下 這等於 等於對岸的繞著台灣海峽嘛 所以我們這個海鮮煎餅是一樣 剛剛Eason有講說 這個打開有點失望 深有同感 不過我覺得 他是 包裝如果弄得精緻一點 不要那麼大 如果小一點應該會蠻不錯的 這配皮球應該不錯 配皮球不錯 真的 他的料蠻紮實 雖然少了一點 可是料蠻紮實 真的我覺得真的120有點貴 第三位 我們威英老師記得要叫他Line 好不好 威英老師的Line 好不好 記得下一下 學經濟也是非常傲人 第三位也是一樣 歡迎謝承諺 謝承諺古怪 我還沒介紹他 你要讓我逗逗等 要介紹他一下 就最近有時候愛理不理我啊 的謝承諺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他跟這個海鮮煎餅一樣 看起來很豐富 打開來 欸 怎麼 空空的嗎 老師你好 好 嗨 my friend I'm back again 喔 I'm 94 years old 喔 那是上一次 那個是巴菲特 所以我今天是演什麼 黃仁勳 喔黃仁勳 你演那個老人吃愛的巴菲特 好 我跟你講我跟你講 我跟你製造個爆點好不好 是是是 現在不是分析師都要拍那種什麼 短片 短片嗎 爆點的 你就是Compute Test之後 穿這個去找他 穿這個去找他 Compute Test之後穿這個去找他 你不是要爆點嗎 你沒有爆 不是不是這個爆點嗎 你沒有爆 沒有爆 沒有爆 夠夠夠夠夠 夠夠夠夠夠夠 你說我就這樣去找他 你自己去短影 爆就好了 這個不錯喔 你覺得這個很不錯吧 這個不錯 然後他看到一定會嚇一跳 對 怎麼那麼嚇 是不是 對不對 對啊 他叫保全 不會他的很好 他會給你拍照 我說可以給你拍照嗎 這個沒問題 是不是 這個好這個好 我來研究一下他可能的 你問他回答股價可不可以買 然後隨便問他股票 說我是分析師戰士 不然你們都不想要贏 不錯吧 good idea 好 我為什麼要去讀我自己 我不是就是黃仁勳嗎 但是這個 那你去見假的嗎 對對對 其實不過說真的 這個八色烤肉 我今天其實 一開始看到這麼大的盒子 我一拿起來 我就想說奇怪 coco被騙了嗎 這盒子這麼大 coco常被騙 對我想說怎麼那麼輕呢 好老師 那個打開 趕快吃時間不足了 好打開 其實說真的 來看一下看一下 鏡頭半大好 那我一聽到價格 我其實又更嚇一跳 我這個都還沒有吃過 我都沒有吃過 很薄啊 120啊 我寧可去樓下買那個 蔥油餅加蛋 炸蛋蔥油餅 整張的 那又沒有海鮮 看一下看一下 海鮮 自己加 還可以嗎 就很普通的啦 對啊 哇八色要加油囉 不會啦我覺得這還好 就像你把它當作老干杯 或頂太風啊 就有些 它外 內用是內用你覺得還好 可是在外面吃 你就覺得貴了 所以你在外送的時候 我覺得你 除非你對這個餐廳特別喜歡 不然它都用那種 內用的價格來算你 其實 不划算 我覺得不划算啦 CP值不高好不好 那沒關係 那我們接下來再介紹CP值高的 好不好 好 好 成員老師 CP值高喔 忽高忽低 忽高忽低 好不好 維持喔 不過加到財經博士還不錯啦 不怪教授嘛 就教授嘛 教授級的 私募基金嘛 哇 投資經驗30年的 有沒有看到 來 成員老師 他94歲嘛對不對 所以60幾歲開始投資而已啦 真的很老 好 來 記得加LINE 開玩笑了 記得加LINE 要索取更多標股 三個老師的加LINE很簡單 點標題 給我們影片的標題 然後就怎麼樣 連結啦 是的 手機拿著就有了 還不懂東西可以問我們好不好 好 我們來看下單元 福利社先解盤 老師你好 解盤解盤 你最愛的 老師你喜歡那種女群風嗎 我覺得還不錯啊 報警 報警 真的報警 我是警你要報我 報警 報警 尷尬了對不對 對 魅有情難無異啊 好好好來 老師來看一下 老師軍演要結束了 看一下大盤啊 軍演結束會不會噴啊 老師來 對 軍演這兩天 算是這個 這個攪局啦 不過其實也沒有攪到太多 你看發現說 台股在昨天還是有創新高 所以本週來講的話 還是台股在刷新高 來到21668 所以台股已經連續兩週都刷新高了 然後呢 回到週限 上個禮拜五 我剛好也來 我那個時候跟大家講說 台股連五紅的機率 很高 各位上週來講連四紅 我說了本週 真的有機會連五紅 真的連五紅啊 真的連五紅 這個行情很恐怖 你看喔 休息一下都 你看之前連幾紅啊 你之前說五週制約嘛 這也不只五週 這也五週嘛對不對 我們再放大一點 放大一點 太大了啦 太小了 好 之前這邊也是五週嗎 對 這邊五紅 這也五紅喔 哇賽 2024年之前四月 然後這邊四紅 四紅 然後去過年 過完年回來 哇 這個怎麼連八紅 連八紅 臺灣股市根本就沒有修正修習啊 而且 而且你看今年到現在你看 這個週黑K真的很少 欸 基本上都在紅 週黑K只有幾個 一個 兩個三週 只有三週不 happy 這個是過完年一回來 然後這個是上一次的修正 三週不 happy啦 只有三週是黑K啦 你不講還好耶 對啊 現在黑K是很不正常的耶 是你需要珍惜的 買點可能就在那 那一週 對啊 哇賽 而且現在年五紅了 那之前最高年八紅了 下週怎麼看老師 對 所以這個週K線 的慣性又回到多頭慣性了 所以我覺得下禮拜 可能休息不到太多啦 但是也有可能在五月底的話 會有一些這個結算的賣壓 這有可能 但是我覺得還是會有這種 欸連續長紅K繼續再出現的機會啦 下禮拜有那個MCI 還有那個 全中調整 還有附魔台結算嘛 對 這是跟大家講 最後的結算 然後是注意一下這個震盪 不管是有機會向上就對了是不是 對 然後呢如果出現黑K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這個 就把握拉回的 買點啦 珍惜 這珍惜很久不見了 好不好 我們繼續看下去 上規指數感覺有點幫紅了 好 對今天上規表情還不錯 所以今天的這個大盤 雖然是下跌的 但是在上規 貴買來講的話 反而是一個開低走高啊 盤中翻紅 然後呢 往上漲 而且這個收盤其實也創了 將近一個月的一個 超過一個月的一個高點 今天的收盤價 所以今天也是收在最高點 今天的最高點 所以我覺得貴買來講的話 中小型股已經慢慢在升溫了 因為現在 這個指數已經拉到一定的地位了嘛 欸 那就把這個量能這個資金 換到中小型股上面來做輪動了 所以我覺得貴買來講 下禮拜反而是有機會再繼續衝高的 因為 我再把他拉遠一點點的話 看一下這個XQ的話 大盤都算新高了 他前高還沒過啊 還沒過啊 還沒過啊 所以基本上來講的話 我覺得接下來 就看貴買的表現了 好 希望貴買指數能 能如老師所說的 好 還會噴出去 好不好 我也希望如此啊 因為商務的感覺 比較喜歡貴買噴出去 台機噴出去 好像有時候沒什麼點閱率 最近也都是一樣 不過有時候你看 這行情這麼高 有時候我覺得 因為沒有點閱率 我們都做過統計 沒有點閱率的時候 反而會噴出去 很奇怪喔 信不信由各位 這蠻準的我們繼續看下去喔 來外資 外資今天繼續買 賣欸 不過投信賣一點點 調節了18億 為什麼 還是說正常 可能940億再調節 我覺得算正常啦 因為投信來講 在這30天內 買超27天 其實他買超的 這個機率也是很高 總是要休息一下喔 對他會有幾天是做休息的 要喘口氣嘛 對 那目前外資還是有在買超 連續三天了 好 老師我們繼續看下去 好 好 878 抓到了 878換這些股 換哪些股 所以我們 幫各位整理喔 這個00878 偷偷換 那5月31號正式名單啦 但是我們看一下 這個目前新增 以及下調的權重 來 新增股票有這三檔 對 聯酉 中華電 中華電信 振興 那下調權重的在 華碩 聯強 南亞 對 華碩權重下降蠻多的喔 好不好 華碩下降比較多 下降1%以上 美女你有什麼問題 老師新增的這三檔股票 我們現在買還來得及嗎 我覺得是有機會 因為他這個正式名單月底會公佈 會做調整嗎 那現在才講 剛揭曉 我覺得 這些都是高值率的一個名單啊 所以現在做切入的話 其實 我覺得也是有機會 喔 其實這些成份股 他等於每天都有公佈權重嗎 是不是 他每天都會公佈這些權重 那只是他還沒有正式公佈說 哇 新增名單這些 大家只是從 他裡面的 哇成份股裡面發現他了 對 新增出來的 他還沒有公告喔 是因為你 我不小心 只是我底牌是什麼 不小心被強迫揭露了 我還沒正式宣告 所以老師可以猜測出來 哇 聯友中華電 振興這三檔 老師我們繼續看下去 好不好 好 00878他是怎麼去篩選 這些成份股 我們幫大家把這個 他最終的這些篩選機制 把他這個 這個拿出來 第一個來講 他當然是跟隨 所有這個MSEI 台灣指數 包含大型股跟中型股 好 第一層篩選 他要先從這公司的 ESG評級 對 每家公司都有所謂的ESG 評級喔 那他來講話要達到BB以上 才可以通過第一層篩選 沒有在這個BB以上就會被篩掉 對吧 就淘汰了 好第二層篩選在過去三年的 平均殖利率 年化殖利率 欸 是什麼 是最高的 是往前排的 然後呢 踢除後面10%的股票 避免地雷股啦 對 像那個094年又這樣子 踢除最後10%的 只選前90%的 對 都是同一句話啦 要前90% 要前90% 或踢除10%的 好不好 第三個 按照股利分數喔 對 第三個按照股利分數 那他股利分數來講的話 有個計算公式 這個四分之一的權重 在這個近12個月的年化殖利率 那有四分之三的權重 在這個近三年的 平均年化殖利率 一個三年一個近12個月 蠻重要的是就是看過去三年啦 最重要的是去年啦 老師那現在有講到一件事啦 老師好像就我們所知 欸中華電信很多人討論 殖利率很低欸 啊殖利多低啊 怎麼列入他啊 股利分數也不高啊 好中華電信的殖利率其實3.7% 對其實沒有算到太高 那他的這個 我們剛剛講的這個分數啊 鼓利分數啊 來這邊有分數啊 只有這個3.8分啊 3.8分好像也蠻低的齁 老師 對也不太高 那怎麼會拉入啊奇怪 我覺得好像跟九字裡一樣 都有一些人為的主觀意見欸是不是 對當然這個 這個年化其實就會藏一些 這個貓膩啦 就是說你這個年化到底 怎麼去年化嘛 喔 對不對未來 怎麼去年化啊 對 12月年化你說 公說公有利 婆說婆有利啊 是不是你的股價 你看有沒有什麼變化啊 我的殖利率怎麼去算啊 我的EPS怎麼去算啊 應該鼓勵怎麼去算 喔這個都有毛尼喔 你在講沒錯齁 對 這個是00878的部分 喔 近三年什麼近三年 怎麼去判斷 什麼什麼是截止日啊 喔是說好毛尼 有些判斷空間齁齁 陳老師你今天很認真正比起初 你怎麼樣 你聽說你也是 很自盈很了解的 投信出身的 那剛才其實我這樣一聽啊 我開始擔心一件事情 嗯 我在擔心什麼 過去我們看到的 高值利率股啊都是那些 我們過去無法想到的 什麼廣達啦 什麼 這個偽創啊這些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 最近他們換的這些高值利股 就是 本來我們都很習以為常的 比如說金融啊 比如說中華電信啊 那如果是這樣子 代表什麼意思 就是 能夠創造高值利率的股票 越來越少 所以未來會不會 就是這些3點多3點多的入選 然後都是我們熟悉的這些 比較沒有爆發力的股票在內 所以 高股息 ETF會不會慢慢慢慢的 大家開始去思考 要不要做一些調整 老師你講的 好問題啊 第一個台灣股市現在 你本來就不便宜嗎 高值利股票 可是第二個我覺得 他也是一點點權重 小事 小事身手啦 老師好不好 要外資出身的 老師你順便講一下 那從這些00878新增成分股 或者是說現在大盤 你怎麼去看接下來這些相關行情 老師您繼續說一下 為什麼股票一定會漲 還有我們要講的 除了這個878嘛對不對 我們還要講的就是說 分拆好像會漲啊 對 回答財報在昨天禮拜四之後 來做公佈嘛 那我們先幫大家更新一下 回答公佈出來的數字 是非常好的 第一季的營收260億美元 是打敗預期245億的 所以這個預期是 欸什麼 這個狠狠被打敗 公佈數字是好 這個比預期好 對然後EPS第一季來講 賺了6.12美元 也是很 這個嗎 這個遠大於預期5.58 好 那主要來講的話 第二季財測 財測來講的話 原本上有預期只有266喔 但是一出來來講的話 欸這個狂人軍喊了 第二季還是看到很強勁的生長 來到281億 市財預期已經很高了 他比市財預期又更高 又更高欸 對啊 所以目前來講話 就揮答財報的這個紅利啊 成長的紅利啊 還是存在 對 那下面來講話其實在這個 呃 他有表示喔這個最新的晶片 對吧 地表最強的晶片 Blackwell這個晶片啊 還是供不應求 嗯 供不應求 所以目前來講話 這個產能的這個 呃這個輸出啊其實還 需求還是 比較大 所以目前來講話 欸第二季出貨 第三季要增產 那這個需求是持續增加的 那第三點來講話是大家 比較這個津津樂道的 就在於 股票分拆 對吧 股票分拆 因為這個通常是一個什麼 上漲的一個訊號 或者 是一個標股的認證啊 好 會大家公佈什麼 宣佈這個分拆是一拆時 一檔股票 他原本假設是1000塊的話 嗯 一拆時就會變成 欸他後面就是一股 100元來做交易 嗯 對啊就直接除以10 那這個拆股會在6月7號 開始 欸開始做實施喔 哇老師那拆股老師你還要做個統計齁 對 然後拆越多好像漲越多齁 對這基本上就是標股認證啊 以前來講話在這個我們先講 這個特斯拉好了 特斯拉經過兩次的這個 啊拆股 嗯 那過去來講話曾經一拆股 在2020年 哇拆很多欸 對 然後呢2022年一拆三 嗯 這個 拆的宣佈時間 到執行的時間 這一段的 嗯 期間漲幅我們幫大家統計出來 你看都很驚人欸 80% 對不對 對第一次漲八成 一拆五拆很多啊 1000塊就變200塊 對 一拆一拆一千塊變330元 對 看起來好像拆越多股價變越便宜 好像越會漲齁齁 是沒錯齁 有這個一個 對這個 這是特斯拉嘛對不對 好那我們就叫特斯拉 順便看一下蘋果 蘋果五這拆股怎麼看 對蘋果也是很兇猛 而且他之前 最早来讲话 他其实在 一开始 他这个公司一出来的时候就有拆过了 一拆二 当时这个期间 没什么动啊 对然后呢 2000年 2005年都有一拆二 期间也都有上涨 14年 一拆七 这个什么 又涨了 又涨24.9% 2020年 一拆四也蛮多的 又涨三成 这个基本上就是一个 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行情的一个 这个这个标签啊 你看 只要有拆 标普的一个mark啦 对啊 只要有拆就会涨 所以老师你不觉得就很像940一样 那时候我跟陈寅老师我们大家讨论940为什么 那么多的认购 他绩效真的还好而已 到现在没有回报面价 10块啦 很多人听到10块钱就很开心的啦 好不好 只能在此建议啦 我是现在台湾50 你不发现都很贵 再重新发行一个就是10元的台湾50 我告诉你你会报啦 你觉得会不会 一定报啦 因为以前台湾50 20062008以前叫小 台湾50 那时候还230块 现在都100块 有啊 所以现在这一个新的台湾50 那一个10块钱的台湾50 我给你讲会报了 所以你看那个把1000块大家觉得很贵 人很奇怪 100块就觉得很便宜 对啊 这是 就老是这种外资专件出身的你觉得 100跟1000有什么差 这个学理上是完全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的 因为没有任何的一个 EPS没什么变嘛 不像发股利或者除权 是没有任何的一个 不能说EPS有变 应该说EPS等比例变少啦 对 就是说他的本益比 只是做一个数学 就把这个股价 跟股数 对吧 这个 你拆成10股 可是每股价钱变1 10 其实是一样啊 对不对 所以你看 经济学 也就是朝三目智 朝四目商 没有就人性而言 朝三目四跟朝四目商 还真的有差别 就人性而言 有拆 好像有差别 就专业而言 所以有时候股市真的很好玩 有拆 昨天 昨天我就看到这个 这个回答要 要执行一拆史 其实我会回想到台股 你看 现在台积电多少块 是不是快要上千块 对对对 台积电会 哇塞 在未来 碰到1000块的时候 也去执行这种有美股特色的这种 一拆史 我觉得是非常有机会 因为 老师你这样讲 台积电本来就走这种 对不对 你这样讲 我跟台积电1000块的话 一拆史 找到1200 哇 老师你这个大育 老师我觉得你这个不错 我们跟 这个是2020年建议 5月23号 昨天的频道就有讲 不错 是要加老师的赖货 不得了 前提的话 台积电还是要先充千块 对 先充上千 前提是那个 另外一个 哲哲啦 哲家 哲家兄 记得听到我们的 他充到1000块 真的这个 股民是会期待说 他一拆 甚至于现在就拆了啦 就直接1000块了啦 也有可能 把他分拆一下 分拆不得了 如果分拆 台积电有可能涨个30% 我许30%还好 哇 分拆这个惯性在台股是比较少见 但因为台积电都是法人在买 而且都是国际 华尔街法人在买 所以 他有可能走这个方向 有可能要求 有可能 因为你是外资嘛 你可以在这个 在财 在那个法缩位的时候要求嘛 要求一下 你们暗示一下 你要不要 他以前也台积电那以前记不记得 以前那个以前 大家现在觉得 发三元四元很多 以前台积电那个占中谋 董事长是变下叫占三毛 对对 只给三毛 只给三毛 所以现在台积电你看 如果印外资要求 是外资出生 印外资要求 哇 也是要一拆 哇 不得了 涨30% 我说涨30% 哇台湾股市可能就 两万六两万八了 光靠台积电 现在就靠台积电嘛 这就是很多 为什么 哇 觉得行情不够热 可是 你也可以买台积电 你也可以买台湾50 那是大家那时候 去一窝蜂的 高股洗衣贴服 都有 都有不错的地方 所以谢谢老师告诉我们这些 那我们来看一下 再看一下回答股价 你看 回答股价还在喷嘛 还在喷啊 创新高 重高千元 你看这个 这个是这个利多 而且这个一拆使 这个 会分拆的时候 我们福利社早就讲了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就不重播了 这个我们其实福利社老师 事实陣容 很精彩都预告前面会分拆 所以老师 听你再讲 再涨20%也没问题 对 真的 所以我回答的人 你可以偷笑了 好不好 那个 黄神兴 不是我觉得很奇怪 我本人坐在这 我刚才听我们益神哥 讲整个回答 我想奇怪 我本人在这 你不能再讲 很多 很多董志成 胡瓜 那些其实 工程师 台积电工程师 也看我们公司 也看我们 福利社的 的那个节目啊 不懂啊 你们又不懂股价 股价要问外资 他刚才在讲财报啊 那个就是我电话会议 我主持的内容啊 好那你说啊 他讲得很好 我是不用补充的 不用补充 你又来了 又赚到一个 就赚到一个通告费了 好了 今天海鲜煎饼有点小 有点小 凯云精神 特别特别特别的 吃蛋都会睡着 他平时吃一吃 郁凯也是礼拜三 吃一吃睡着 听说 不要再睡啊 对啦 老师 回答 回答财报有告诉你一个秘密 除了你刚才说那个营收的项目 对 好 最近为什么所罗门这么强 对因为他上一次 点到机器人 在这个发表大会上面 那这一次的亮点在哪边 其实会看到 对 超高速网络 这一块来讲的话会有新的产品 就专为AI设计的这个以太网络平台 就跟传统的不一样 那这一次来讲话 以后就不用 以后就在网络上算就好了啦 比较简单啦 这个专门为AI通讯的这个 这个平台来讲话 效能是以前的1.6倍 那这个族群来讲话我觉得 可能未来来讲话真的是 百分之百能够有资金受惠 能够 必涨的一些 族群跟这个个股选股 然后 Spectrum Spectrum 然后以太网络的平台 跟以前的AI通讯网络 不以太一样 效能整个大增1.6倍 是什么股票 可以看一下 PCB啦或者说最近的这个3363的上权 其实都是这个 这个族群的概念股 所以 你会发现说法人其实买很多 然后呢量增价仰 这边来讲话股价 其实要挑战前面的高点 法人我们来看一下 法人啊 所以刚刚的投信 然后这好像也最新的 细关子的题材是不是也算是 对对 3363上权 所以这股价其实在之前 如果应该说整理休息之后 这边又重新公司再起了 所以 近期来讲话股价又攻高 我觉得是有机会再看到 160以上的这种 攻击的量 好 谢老师因为这个代表这个族群 真的很特别 我们又回到刚才那张字卡上面 我们来看个股 看个股 你有推荐什么个股 好 第一个来讲 宏基 我们再来看宏基 为什么 是AIPC这块吗 AIPC 因为 刚刚的这个 回答财报 回答财报 他首次把这个 AIPC 纳入到他这个 营收拆分的这个部门上面 他拆分 他有拆分 对 他以前叫gaming部门 那现在叫gaming和 AIPC 所以要把AIPC直接放到他这个财报 这个title上面 英文好有这个差别 对 代表什么 下半年真的是看AIPC的表现 所以 也呼应到之前 宏基 华硕 法硕会上面讲的 所以 你看到说 宏基 这个 这个本周当中就有两天是大涨的 今天是直接冲到58块1 58块1已经突破了去年12月的高点 把他拉 对这边高点 已经突破了 所以也就是说2353宏基 加上2357的华硕 都已经过了去年12月的高点 那这边可能只是一个刚开始 因为 这个嘛 整理这么长的一个大底了 四五个月了 这边股价刚上来 那法人又买真的 对外资 这个买很凶喔 外资昨天买宏基是 这个 买很多了 买了比去年12月还更多 所以 我觉得这边来讲的话 AIPC大家去留意一下 拉回找买点 外资真的买很多 其实一直在买在买 所以AIPC老师讲到 这营收的一个项目 有Gaming跟那个AIPC 哪一天AIPC占比更重的时候 我把Gaming跟AIPC又把它分测出来 对 这不是不可能 这个独家 独家报告告诉我们 所以虹基很看好 那我们来看下一档股票 老师来 下档股票在这个 立志上面 那立志我是一直跟大家讲好几次的 那你会发现说 股价真的就做一个V转上来 而且他是创下了 16年新高 所以今天 本周来讲话 最高冲到195了 所以 你发现说 下面外资也是买 立志做什么的 立志做散热的 对 小型散热 他的这个 水冷的产品 刚刚在4月底才刚切入而已 所以 发现说他这一步的V转 就因为这个 刚打入到水冷这个产线 这个产品上面 的股价就创了16年新高 那我觉得 这边也机 也有机会是什么 刚刚开始外资要 外资要不是用逆买而已啦 股价刚创新高而已啦 刚刚开始 创多久新高 16年新高 16年新高 哇塞 16年你现在一买 马上就 就 人家等了16年 你不必啊 好不好 所以老师那立志 为什么你说这水冷式的 散热 跟AI有什么关系 我们有些人不了解 水冷式的产品 其实要 要比原本气冷式的产品 这个 平均售价要更高 毛利要更多 EPS更多 所以 基本上你知道 企乎到这个未来是跟这个AI有关的 基本上都能够吃香喝辣 因为伺服器他可能运算更快 运算更快的时候 你有一些热能 他需要 对更多的散热的这个 这个这个能力 散热能力散热的空间 所以没办法 所以这个 水冷式是未来的趋势 必要的趋势 吃一啊 所以立志这边 然后大家要注意一下 好不好 买立志可以免费住大一立志 好不好 很冷的笑话 住住饭店 陈鑫老师你有笑 我在想 诶 那我买了以后 谁帮我出饭店 谁 你要帮我出钱 买灰达 你自己有私人飞机啦 好 好不好 来 私人要放飞机嘛 对 来 义成老师 学经历 你看多傲人啊 这 全国比赛 很多次的冠军 记得加LINE 好不好 我们来看下个单元 热门我最贴 红硕 创意 老师你好 两张 红硕上个礼拜 也是跟大家分享 因为他的这个 大户持股比例 400 人数啊 在上一次的修正当中 他反而是 逆势的增加 那大户在吃货来讲 这个股价 当然就是有一个 走高的空间嘛 所以 本周来讲 表现就是跟我们这个 原本预期的一样 那本周来讲话最高有看到这个1205 那历史最高点啊 1210来讲话 就 就 就只差这个 5块钱而已 所以我觉得在下个礼拜 还是非常有机会在COAX上面 看到一些买盘 然后来做溢注了 所以这个红硕 台积电概念股 COAX概念股的话 下礼拜还有表现空间 那第二档在这个3443的创意 那创意来讲话也是一个 IP股的一个指标嘛 那过去我们跟大家讲说创意啊 他不管是这个4月营收不好 第1季的这个财报 也不是 很理想 但是这两个消息都没有让他股价 走得更低跌得更低 也就是说利空出境 那利空出境发现 这个股价已经在4月份就落底了 然后呢 往上走高 而且再拉远一点的话 他其实在一个底部啊 做了一个头肩底的反转了 所以 我们觉得说 这目前IP股 也要重新回到主流嘛 最近世新KY也在涨 所以 我觉得接下来创意跟世新的话 都可以去留意一下 IP股后面的一个行情 好 留意IP股 来 361你看世新啊 拉远一点点 现在打底迹象 你看最近都有开始 拉了有在拉 有在拉 因为IP股前程跌很惨 没有道理他们 跌这么惨 然后台湾股是一串新高 所以老师讲到重点 有创意的人 真的有创意 有头脑有创意 没有啦 真的有创意的人 我老师就知道 我一直老师那时候 创意那时候几百元的时候 他就去推荐他了 那时候几百元的时候 那时候很低的时候 400多块 跟台积电股价一模一样 那时候我们来讨论啦 到底是要买台积电 还是买创意 买台积不如买创意 买台积不如创意 你看现在1400了 可是现在 台积电快1000了 其实那时候两个都有 最好 创意最高2000 最高2000 没错 老师说 不一样 最近这2000 所以那时候你看 那两个环金交叉 都400元 可以看到现在 不是 到底要买哪两个 最好是什么 都买也不错啦 都买 看我们节目都要看啦 不过老师那时候真的是 400 我记得很清楚 400的创意 400的 台积电 所以有创意的 有IP 西式裁股票 一定要问老师 来 维远老师 大道你好 好来 我跟大家来讲 其实我们刚才讲到 Eason老师讲到创意嘛 那我们看跟联电集团相关 这个 2363的系统 那其实系统我们可以注意到 今天外资 买超市 第一名 第一名喔 他买了2.2万张的一个幅度 其实算是相对是蛮大的 第二名是谁 第二名是2317的 红海 其实当然 我觉得红海更具代表性 为什么 因为红海 股价跟市值 还是 金额比较多 算算算的话 我们去算的话 用他今天买2.1万张 乘以他的股价 大概贡献了大概30亿到35亿 附近 这样的一个比重 其实原则上 我觉得当然 红海的一个贡献度会更高 不过呢如果 长线来看的话 红海OK 那短线的部分 因为毕竟 系统可能有一些是这个 短线的一个操作 那我们去看 其实他已经 站在月线之上 再加上说 如果说创意 四星都有涨的话 那 系统其实他比较有偏向 落后补涨的机会 因为毕竟台北股市这一波 有一些低基级的股票 也开始有做一个发动 这个是系统 那另外我们再看另外一档股票 9958的 四季港 这档就厉害了 这档在 我上次来的时候就跟大家讲 那时候股价 200出头吧 跟各位讲他有接到一些 政府相关的 风力发电的一个订单 那确实 这波行情相当的一个强势 今天收盘是已经来到了 299.5 盘中已经一度 突破了300块的一个位置 所以 我觉得这档股票他是 比较偏向 很明显的政策相关 概念一股 也就是说 接下来的行情如果说 他有出现 毕竟已经 连涨了三四天 我会比较建议大家 等稍微压回 震荡的时候 亮缩再来做买进 应该会是一个 胜率高又安全的点 好这两档股票 看起来都不错好不好 第二位来 陈晏老师 旁边的 黄仁勋 是是是 你帮黄仁勋真的还不错 对啊 而且你最近气势看起来不错 其实是黄仁勋假扮谢陈晏 其实我就是黄仁勋 好那绕几句英文来解一下 I'm 94 years old 到底 就正确 就正确 这是巴菲特瓦 对啊 笑话其实不好笑 因为他每一集看你才听得懂 好不好 好吧国具 来来来看一下 国具跟 今天你比较少话 感觉 不像平常的你 是是是 因为我是黄仁勋 来看一下国具跟威刚 那国具的部分呢 前一段时间就是在月初的时候其实有创了一个新高但是随 马上就压回 但如果我们仔细去看创新高以后压回这段时间 量其实都萎缩下来而且就在 这个均线附近稳定 最主要我觉得还是在 这个被动元件的部分 这是一档被遗忘的AI概念股 为什么 你的AI伺服器有他里面用的被动元件 其实比一般伺服器贵好几倍而且连 数量都大幅度的倍数的一个翻 翻扬 所以未来几个月有 至少每一季都可以赚10到11块 从这个角度去算 实际上这个股价应该是被 可以抵估的 那刚好今天 稍微粗量上工 稍微粗量上工 我觉得未来大家还可以持续关注一下国际这一档股票 那例如 老师 拜托一下 你可不可以 嗨一点 你不要像还仁勋 你可以像谢晨彦吗 切换一下 对啊 你今天一点都不嗨 降落 我们受不了 你可以不要把你在别的节目的那种 那种嗨的程度来我们这边吗 我们身上疯狂的 疯狂 你们节目叫什么 疯狂股市 疯狂股市 你这不疯狂 不像你 其实有没有来的不重要 那我先离开了 专业度也不错啦 可是我们要疯狂一点啦 分个魂 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威刚 还是不像他 什么一样 脱掉你的脚趴 疯狂是什么一个感觉 94岁我受不了 你说啦 来看一下这个 威刚 威刚这个股票很有趣喔 这段时间其实上上下下 震荡的非常非常的剧烈喔 可是就记忆体接下来的表现来讲还是会非常好而且 最近他们办法说 对于记忆体产业的 看法还是非常的好 非常好 那 一样也是受惠AI伺服器啦 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持续关注 这两档股票 就大家都在讲AI伺服器 可是 好像都忽略了被动元件跟记忆体 所以在这里我觉得今天都有一个表现 下个礼拜 看有没有机会喷出啊 一样拉回粗量就可以接 好 谢谢老师 我觉得今天陈云老师怪怪的 对啊 就不理他了 好不好 我们赶快 不理他了 对 小老师 GP52你记得加一下 好不好 老师还有问题都可以 来插播 问我们问题 好不好 或者讲解一下 来我们来看下个单元来 股市甜甜圈 焦点股 帮你圈 来喽 我可以带刀子上来吗 可以 用这个指指看 比较有霸气的感觉 可以 刀子指不出来啊 很细啊 老师 这样子 老师 好 我觉得你今天都比那个 那个 管德勋豪校多 对啊 我已经升级了 对对对 我觉得他 太冷静了 他将来才进了 好不好 来 中国绕台军演 韩预却先冲破封首线 老师 来看一下啦 看一下这些啦 先看中国军演 今天结束了吧 现在要结束了吗 时间到24号 所以我觉得 有点雷声大 听说 只有最近来四海里而已啊 对就 大家 看到 有点 有点担心 可是其实对于台北股市 好像完全已经免疫了 那 其实这两天股市算蛮强的 对真的很强啊 比大家预期都 强很多 那 可是我那时候 我 我是比较游行冲冲的人 我说涨太多也不对吧 你 我是 总不是 要给 我就要给面子啦 给面子 我真的不是说什么 蓝绿白 我意思说 有没有想过如果今天 今天如果今天军演还涨个500点 万一啦 会不会太 太硝伤 对 对啊会觉得说 会不会觉得说 那我军演是不是要大力一点点 我心里在想 所以我觉得 这样的行情已经很强了 对 我觉得 股市涨大了 这一波跟 黄文勋有很大的关系 可能他作证的 作证的原因 说你 所以 他现在已经不好笑了 对啊 Cue错了 我觉得他现在有心事 我不知道 怎么了 你怎么了 还没关系 怪怪的 那我就继续讲 继续讲 这次中国解放军在东部的战需 其实他已经讲 23号嘛 那早上的这个 就昨天啊 礼拜四的时候 那时候会的财报正好 就交人水 有点像是 这个 毛跟盾的 对决 对 最后我觉得 当然最后 台北股市还是 有惊无险 还是往上走 还是不错 所以当然这一波的一个 因为那时候好像有人说 赖总统说 两岸互不立即啦 对 就是因为这 这句话 大家是 心里有点害怕 又怕 可是问题是 也有人说 这个两岸互不立即 小英总统就讲过了 好不好 那没有关系 他说这是延席规模 对 跟培洛西 对不及培洛西那个时候 的状况来那么大 那时候培洛西真的蛮惨的 主要就是说 对于台湾新政府的 这个压力 做一些施加的一个动作 那 可是 好像又没有 想做又不敢 动作太大 美国听说最近也要开始了 6、7月也要军演 对美国也要 也要军演 对要军演 而且他是环太平洋 我们先来看一下 你环台湾我环太平洋 我们先看一下 环太平洋好像某个电影是不是 对那个是 机器人 机器人对怪兽 另外又不要拍个电要还台湾 还台湾 那就吓死了 吓死了 对对对 那我们看一下 这次的一个 军演的部分 其实 黑色是上一次 就是2022年 培洛西来台的时候 那时候共军的一个演习的一个位置 就是灰色这个区域 其实也是 还了这个台湾 灰色是 上一次的 对上一次 2022年 这次没有重复 对这次其实他 有稍微拉的开 红色是 红色 这次是红色的 对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那比如蓝玉这一带 那可是他这次有新增 为什么觉得好像变换一圈的一个 他有新增 金门 马祖 然后 乌丘 然后这个 东营 等等的 这些地方 就是他有扩大一点点 可是 有点雷声大雨点小 稍微这种感觉 那原则上 我们就来对照一下 红色是这次的 灰色是上次的 灰色是上次的 红色是这次的 所以 但不管怎么样 总是告一个段落 我觉得我们还是回归到 灰色这次 没有离基隆那边 好像很近 这是基隆吗 是不是 这个地方 应该是 很近很近 稍微靠近 大家有惊无险的度过了 那我们来看股市 我们看 上次培洛西的一个 状况的话 其实 从2022年的 那个时候是8月2号 到8月3号 那那个时候中国的 环台军业 这个时候航行 是 快速度的一个大跌 大家不要担心 然后呢 跌到了14545之后 留了一个下延线 重点是什么 后面还是涨上去 这个才是重点 我觉得 大家对于上一次的 军业有一点 经验 所以觉得最终还是会涨上去 那何不现在就买 毕竟黄人区要来 对不对 所以资金还是不怕 外资还是 投信 还是持续性在做一个买超的动作 资金不怕 那个火工啊 真金不怕火炼 不怕这些炮火啦 好不好 是跟大家讲 所以我是觉得 裴洛西来台 先跌没错 对先跌没错 后面还是涨上去 那这一次大家就 更有经验了 就更不怕了 还好 而且这一次比较没有像 三次的感觉更紧张 对那我们再看 美国当然 你觉得上次还台军业还是什么 他要配合电子作战 是 有没有 台湾好像是小七什么的 还警告啊 台独还警告什么东西 这次好像比较没有 大家很害怕 对 这次真的就 就这样落幕 我觉得也是好事 我觉得是好事啦 其实台湾大部分的人 超过80%来自不喜欢战争 是 天佑台湾 天佑台国 我们继续看下去 好那我们再看 这次 美国当然 美国当然会有一些 表示 军严嘛 对 像刚才哲哲讲我会不会还 还太平洋 对 那这次他真的就还太平洋 他宣布 美国宣布6月26到 8月2号 要举行还太平洋的 军事演习 29国 对而且是 包含日本 菲律宾等29个 太平洋国家参与 参与的演习人数高达 25,000人 所以 很明显的 是要干嘛 让外界认为美国有 警告 中国的意味 这就是重点 你还台湾那我还太平洋 我们就来 包围 你第一岛链我第二岛链 第三岛链我都有 对 这些东西我觉得 到到现阶段来看的话 对于 我们还是回归股市 其实股市 上面来看的话 资金行情还是相当充沛 就股市而言 其实 政治的 影响不大 除非真的是发生战争 这目前为止 军严还没有发生战争 大家就平常试之嘛 好不好 这个军严到时候我们再看一下 有没有什么 题材股 或者你觉得 比较好的股票 是重点是航海湾 今天 老师最新的SCFI报价 老师怎么看 又涨了 涨了7.2% 报价来到了 2703 对这数字算是相当的一个漂亮 虽然它的涨幅 没有像上市来那么大 上市的 上上周是涨幅 9% 那可是原则上 还是一个 很明确的往上做一个 推升的一个格局 所以这次的 SCFI 所谓的上海 出口集装箱的运价指数 还是要往上走 那我们来看一下 当然这一波大家会去看说 航运的相关报价有什么样的影响 那我就 那我就引述一下 万海法说上面 特别去提到说 受到这个 地缘政治的影响 红海危机跟 苏伊士运河 其实目前来看的话 这个危机还是在 所以会让 比如说你亚洲航线 他如果说要去欧洲 还是这个地中海地区的部分 还是得绕过南非的好望角 所以呢 会让所谓的一个运价 还是持续维持在一个高档 那其实原理上 目前来看的话 加上四五月份 其实已经进入到欧美 补库存的一个旺季 所以 目前来看的话 货柜的运输的需求 还是很高啦 那 特别去看说从码头 拥洗拥塞的状况 还是没有改善 所以目前来看 整个航运的部分 还是有机会做一个 运价往上的一个动作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状况 其实 杨明在发那个股东 从股东会的那个 那个礼品 小七的 100块那个兑换券 我那时候 看到那个消息 从他在 西门町那个国军英雄馆 哇大牌藏龙 因为他10年没有发股利了 杨明那个时候 已经过了10年 所以很多的 股民都去领股利 所以代表什么 现阶段航运的 所谓的 领股利 是领那个啦 领纪念品 股东会纪念品啦 7的100元 领那个7的100块纪念品 所以大家 对还是 对于航运股 还是很有兴趣 甚至于他们觉得是领100元 然后又可以听一下 大家对外的 行情看法嘛 对没错 老师那阳明的股东会怎么看啦 他怎么说 阳明的股东会有特别去提到说 相关的内容就是多空并损 那 多方的部分的话就像我刚刚上面所提到的 就是因为 鸿海的危机 所以现阶段运价还是会维持在高档 那如果说利空的部分的话 可能就是说 供过于求这个状况 假设如果未来 供需的这个 平衡如果打破的话 可能大家对于这个 货物的需求没有那么高 对于运输的需求没有那么高的话 可能运价就会稍微震荡往下掉 因为有新船 对 新船说下海 三年前就讲这个东西 现在在讲这个东西 对没错 老师前置的运力越来越少 你看一下 我们从2022年来看 这个时候是 181万的Q 这个是20尺的 标准货 TU就是20尺的标准货 标准货 那到现在呢 2024年 剩下多少 19万的Q 所以 其实那个降的幅度 动则折旧 其实你就 你就很容易就是 塞爆 塞爆了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运力还是很吃紧 你可能 这个 TU你可能现在在某个港口 而且听说最新的八卦 新加坡这边相关新闻报道 新加坡现在开始塞赶了 是 对有这样的新闻都开始出来了 股东未来好像也有提到 越来越多的地方在塞赶了 所以老师这个航运股 看起来好像是真的 对 SCFI运价 我们要继续看 也在涨了老师 也在涨了 最新的你说涨7点多少 7.2% 上周涨9% 是 所以这个运价来 真的啦 SCFI就是 不管是欧线的运价 全球的运价 都有啦 是涨真的啦 是来 我想问一下 问一下老师 有人有问题 有问题 是的老师最想要知道就是呢 下个礼拜如果航运股会继续讲话 什么点是最好的切入点 要怎么判断 好那我跟大家讲 其实这两天因为电子股的成交比重 比较高都来到7成 航运股的成交比重有下降 有时候到8 8%左右 那甚至比8%更低 那原来上我觉得 就是在8%以下的成交比重 就是四季就少买点了 现在我觉得就是很好的买点 因为这两天 电子股太热嘛 航运股有点被 大家稍微遗忘 可是 千万不要等到说 航运的比重可能又突然跳到 占大盘20%以上 那时候就会有 那时候还到30% 所以要看48 我觉得那时候就大家又去追高反而不好 反而是趁现在 稍微比较冷缺一点点 这个低点买不是很好吗 我记得那时候我们福利社 一讲长龙 是 点阅率就跳个4万 5万 真的很夸张 你现在讲长龙都没有点阅率 所以这个股票 反而是买点 掌握都这样子 而且老师你看量也没增加多少 对啊 这个成交量其实也是这样子 真的蛮特别的 而且这次运价感觉好像来真的 是 而且全面性的一个起场 重点是 这边在 老师这边我们看一下投信 940 调降权重嘛 之前 10%以上嘛 这就是940在减少权重 已经降到7%以下 8%以下了 7%以下了 8%以下 老师这940调整完 有没有看到 940踢出什么 然后卖什么 就涨什么 光宝科也是 大涨 都是一样的 感觉 所以老师你觉得 苍农亚明万海 还能买吗 还能续报吗 对还有机会 而且 以三党来看的话 我觉得苍农是最好 为什么 因为第1个 法人最认同 因为其实最多的 法人报告外资 都是出长龙的 那另外 关于ETF相关的高息 其实 还是持有他 那不管怎么样我觉得 对于整体来看的话 因为他的一个欧洲线的 所谓的一个 占的比重 我们回到刚刚那个图卡 欧洲线的这个占比 还是相对比较高 长龙 第一季EPS 8.14 那欧美航线是占75% 阳明跟万海会比较偏向 内支 内支比较喜欢的股票 所以我会 我会比较建议 投资人可能会看 长龙会是一个 比较长远 而且呢 比较安全的一个选择 还有一个秘密 可以跟大家讲 你做长龙 盘中可以看一些欧线的运价 对 看他有 有拉展平 追都来得及 做那个价差都来得及 很多单冲的主力 中实务大部分 都是看这个运价 因为 欧美线的 欧线的运价 其实占很大的比重 好不好 大家参考 长龙 杨明和海老师 长龙讲完了吗 是不是 那杨明和海老师 再补一下 你觉得怎么看呢 因为我觉得 长龙是可以偏长线操作 那如果说你可能短线上面 有时候手仰想 想冲一下的话 对那我觉得 你就是看长龙在冲的时候 杨明和海 你进去短线做一下 那也是一个操作的策略 不过 波段上面来看 我觉得还是长龙最好 好 那老师 一辰老师 有没有补述 还是讲一下台华 这 航运股老师 你卷股也是 靠这个 得到冠军 老师您说一下 我觉得运价基本上来 继续涨的话 就是航运股都有机会 那这边来的话 中国军演也 比较消散之后 其实航空股的话 也可以去留意一下 因为 之前两天 这个航空股 旅游股 其实都被这个 军演给杀下来嘛 接下来我觉得这个利空开始淡化之后 还是会回归到基本面 老师这个 顺便讲到航空股这一块 老师 那你有没有要补 你轻松点还要补一档股票 中关店 中关店跟你今天主题有什么关系 刚刚讲这个军演的部分 对 军演的部分 当然我觉得军工概念股 因为很多的EPS都不漂亮 可是中关店是本益比来说相对是比较低的 很多军工 你看去年就炒这个题材 军工军工 有些EPS根本没增加多少 而且他算是基本面很好的 军工概念股 那为什么他算军工 因为他有做无人机 然后他也有机器人概念股 他有一间中关店智能 子公司 所以他具备了机器人跟无人机 两个题材他都有 所以 这一波其实投信我们可以 请导播看一下投信 我们切一下这个投信的 动作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 投信买很凶 买很凶 拼命狂买 所以买很凶 值得涨那么多还可以吗 可是我觉得 还好 因为毕竟 我们可以看到说机器人概念股 已经涨 比如说我们看索罗门 索罗门都可以喷成这个样子 我觉得 机器人概念股票中关店 以现在的本益比的价值来看 其实还是相对便宜 那等待拉回 那比较漂亮的买点应该是 越来越靠近 月线 绿色这一条 越来越靠近这地方 相对应该会是 更漂亮的买点 给各位做参考 好 这是中关店 537的中关店 谢老师 好不好 节目学校很恭喜 你看我们今天节目很精彩 有 那个挥达财报 有 00878换股 00878换股 欧远老师的line要记得加一下 好不好 我们今天节目好精彩 你看 又有挥达财报 00878换股 00878换股 航运 航运股 卧柜三雄这些 真的很精彩 告诉你挥达财报 一个族群还会飙 哇 这个都会把握住 标个100% 200%不是问题 所以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 或者 也可以欢迎赞助我们 赞助我们 因为我们没有任何业配 我们没有其他的收入来源 就是按一个超级感谢 都可以那没有按也没关系 不要有压力 好不好 每周一到周五晚间 八点上线 一三五解盘影片 二四教学影片 最后还是靠 谢光宁 瘋狂股市 福利社 让你的财富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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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大局大力多 好不好 这个很重要啊 财神业我都亲自降临了 是不是 一台老师 唱歌 然后歌神神 协定 买这套 交易之前要考虑 买这套 疯狂股市 福利社 你先告诉你 人家 二月一周 胖大虎 想先 开启小铃铛 风宽股市 开启小铃铛 你的嘴巴好厉害喔 OK 想要更好的生活 该如何赞付 只有谁能快点告诉我 才有会好 不许 不许 怎么大虎 感觉好像盯着我 最高杀敌的经验 真的痛 黑洋纪律 常过去是梦里冬 我爱能看多看空 瞬瞎秋冬 都有 没错吧 右边是 小铃铛 小铃铛 买这套 小铃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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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宽股市 福利社 你先告诉你 这打动 我来个准备 最最高 杀最低 想要改掉这 坏毛病 你倒动 我来上 巴铛铛 私自卑妹健 有没有 足专家 不许 phone 午了 我宇ural 谢官邻 疯狂股市 福利社 烂业财富 FREE 引 who the in 壮 你 超 小铛 if 起